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被问到近况 蔡小虎笑说最近终于瘦了 过去有好一阵子 因为贪吃所以胖了 也透露自己从74公斤 瘦回正常的体重70公斤 虽然幅度并不大 但蔡小虎笑说这样拍照比较好看 不然之前脸很圆 此外 难得答应担任演唱会嘉宾的蔡小虎则表示 从蔡嘉玲身上看到刚出道的我 她不怕吃苦 有理想冲进 因为当她向我提出邀约时 我立即回没问题 干儿子我永远挺你 提到拜蔡小虎为干爹 蔡嘉玲说当年在选秀比赛 曾多次演唱蔡小虎的金曲而未免 因而与小虎歌熟识 小虎歌很关注新人 给我许多的建议与关心鼓励 像父亲般的丁宁 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温馨 某次到她家做客 小虎歌笑说 看上她就好像看到儿子 脸上婴儿头缘 因此就败为干爹 这些年来感谢小虎歌持续的打气 我才能走到今天 知名台语歌手蔡小虎 由于家中经营猪肉摊 被称为猪肉王子 在32岁时 因参加选秀节目五灯奖而展露头角 如今出道已经32年 64岁的蔡小虎在感情方面依然未婚 只曾透露自己有女友 并表示年纪大了 人生有伴就好 其实在她的人生中曾痛失两为挚爱 其中一位是拥有高炳西施称号的歌手林彦如 出肉王子蔡小虎 出道将近30年 嫌少传出绯闻 甚至因此遭怀疑性向 不过她在90年代 其实和同是台语歌手的林彦如不相爱慕过 只是后来却因一场误会闹翻 直到女方罹患乳癌 两人才重逢 在病榻前误会兵士 无奈已不能再相处更多时间 她与蔡小虎同样于1991年出道 俩人因同台演唱而结缘 蔡小虎日前上《综艺非常暂时》透露 因为有次上《综艺大哥张飞》的节目时 蔡小虎因为录影现场有一只大蟒蛇 让她不愿上场 不久后林彦如刚好在采访中透露 怕蛇的男生我不会喜欢 蔡小虎因而结下心结 她别扭赌气 原本互有好感的两人渐行渐远 但其实这是媒体拼接形成的文章 最后即使林彦如想打电话解释 蔡小虎都不肯再接电话 这样的荒唐人生 让蔡小虎的心渐渐生病 这就是她忧郁症的原因之一 更令人扼腕的是 后来蔡小虎沉迷于薄青哥 经常跑到日本 一打就是一整天 常常待在日本整天昏昏噩噩 就这样过了三年多 荒唐三年多 不止输掉千万积蓄 还因此丢了唱片合约 甚至让她患上了忧郁症 而在这期间 当年的红粉知己林彦如 罹患乳癌 得知消息的蔡小虎 在林彦如离开前 在她病榻前与她和解 无缘的两人也成了 蔡小虎心中的一大遗憾 蔡小虎参加节目录影时 聊起这段往事 多年后在节目上 更是演唱一生只有你 献给曾经的挚爱 感动现场众人 现场气氛感伤 在场来宾孙协智听了 也不禁感叹 直到故事之后 我听到这首歌会受不了 她透露当时在病榻前 看到林彦如离开的身影 心痛的说不出话 两人在病榻前解开误会 她说 临终前 我有去看她 她当时只能测躺 眼泪一直流 她于1999年8月31日 病逝桃源产更医院 主持人当时感慨说 或许这就是蔡小虎 一直单身的原因吧 但其实她身边已有稳定交往的女友 多年后谈起这段遗憾 蔡小虎仍数度哽咽落泪 不愿再多谈 深怕内心脆弱 又将再次被唤醒 很多人都说蔡小虎的经典歌曲 一生只有你 便是这段故事的最好注解 是她心中对于彼此错过后 能做的唯一补偿 另一位影响蔡小虎的女人 则是她的亲妹妹 蔡小虎原本是在经营猪肉摊的 在32岁那年 姻缘机会下参加了歌唱比赛 从此崭露头角 更被封为猪肉王子 而她除了演唱无数情歌 给人深情印象之外 其实真实的她 也是一个非常念旧 重感情的人 像是她和妹妹之间的故事 家中的兄弟姐妹 蔡小虎在家中排行第六 从小九和小四岁的妹妹最亲近 妹妹不止漂亮 还会唱歌 年轻时曾与蓝宝石大哥听签约 原先前途不可限量 但却因父亲的保守观念 而要求蔡小虎 把妹妹的合约拿回来 最后妹妹没走上星途 而是嫁作人妻 并约有三名子女 生活也可说是 平凡又幸福 不幸的是 妹妹罹患白血病 从发现开始 蔡小虎就砸大钱四处求医 但最后仍保不住妹妹的性命 在2011年时病逝 让蔡小虎大受打击 太透露妹妹生前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 在离世前 仍握着蔡小虎的手 要她帮忙照顾孩子 这也让蔡小虎第一次 在妹妹面前泪崩 直到多年后 她才终于走出伤痛 也希望妹妹在另一个世界 能够过得很好 事业上 蔡小虎曾受邀 演出名士八点档 《黄金岁月》 客船饰演当红歌手蔡小虎 蔡小虎第一次演出八点档 心情相当紧张 因为自己没演过 但为了陈美风 特别从高雄北上来力挺 她说因为世界西三厅的老板娘 是她的姐妹淘陈美风 两人在疫情期间 都没有碰上面 这次难得可以在 戏剧节目中相遇 相当的开心 所以说什么 都要答应演出 还把自己压箱宝的秀服 及珠宝给带出场 陈美风一看到剧本 有蔡小虎 就相当兴奋 因为两人真的太久没见面 之前她在西纸棚演出的时候 蔡小虎有来探她的班 这次两人可以合体演 真的太惊喜 陈美风透露 很喜欢剧本安排 偶尔有大牌歌手来客串演出 对观众来说也是新鲜事 尤其蔡小虎这次诚意十足 特别花时间跟舞群练舞 还选了经典歌曲 春夏秋冬 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 相当过瘾 这次蔡小虎来客串 也让陈美风想起多年前 蔡小虎有给过她承诺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兑现 原来蔡小虎 跟她说过要自己手冲咖啡给她喝 没想到多年过去 陈美风一次都没喝过 而拍摄当天蔡小虎 又说她在疫情期间 学会煮好料 说好要煮给陈美风品尝 让她忍不住打去 要工作人员帮忙录影存证 期待知道蔡小虎的美味料理 及手冲咖啡 蔡小虎表示很感谢导演及工作人员 知道她演戏或紧张 还让她先录唱歌的部分 果然一开口唱歌后 就放松不少 尤其现场演员 有洪都拉斯及赖慧如 两位在录短剧之前 还先在后台陪她看词 所以登台演出时也自然许多 她提到这一次来科传八点档 整个大开眼界 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把工作做好 不愧是第一名的八点档 蔡小虎在接受 新加坡媒体电访聊及感情 当55岁的她自曝 也有交往两年与友 不过两人没有结婚打算 女友是圈外人 她说 我们觉得结婚是一个累赘 年纪都已经这么大了 女友也心甘情愿 不介意不结婚 而经纪人也替她 发声表示 女友和蔡小虎年纪差不多 现在对她们来说 快乐比较重要 毕竟已经辛辛苦苦打拼了三十多年 现在只要能有一个伴就好 至于结不结婚并不重要 真心希望蔡小虎在未来 能一直过着幸福的日子 毕竟她曾经失去的已经够多了 蔡小虎纵横歌坛26年 出道就爆红 更有金曲奖加持 虽十多年前罹患忧郁症 陈弥伯清歌 惨赔1500万 但如今翻身事业有成 成功功弹后 她希望有机会唱进高雄巨弹 并推出新专辑 蔡小虎日前刚结束约两周 日本度假的私人行程 下周将赴新加坡开唱 至于女友是否飞去新加坡支持 她表示女友工作忙 当天无法到场 以后还有机会 此外 蔡小虎还曾与龙千玉对唱过 不少快智人口的歌曲 也是粉丝心中 一目情侣 蔡龙两人 晚间受邀台北松山词汇汇堂小巨弹演出后 深夜相究西门吃冰消暑 更当街深情露腰 牵手 对此 经纪人回应 蔡小虎接受中时新闻网访问 也认了此事 蔡小虎与台语歌后龙千玉相识超过30年 搭档20年 对唱过数首动人心弦的情歌 两人感情如同兄妹 龙千玉母亲和歌迷 更是敲碗两人在一起 记者追问 那有机会在一起吗 蔡小虎则笑回 这是一场美丽的错误 不过 两人深夜逛西门倒是第一次 蔡小虎透露 歌手一般不太会吃冰 因为会伤喉咙 但昨晚演出完 临时起义 约阿玉吃冰 我点最爱的香蕉巧克力 他则点抹茶红豆冰 我们吃的超过瘾 有种释放的感觉 适逢出道30周年 蔡小虎坦言近年 受疫情影响 不仅东南亚演出全面取消 台湾工作也锐减 希望疫情能尽快度过 期盼届时能在 北中南开演唱会 蔡小虎还谈及 七年前已站上小巨蛋了 对他而言 那不是指标 更想带给歌迷 视觉与听觉上的享受 蔡小虎也表示 和龙千玉约定好 要一起开演唱会 台语界的天王 天后同台演出 要靠有人缘来撮合 几年前 当被问到 出道30年 有什么计划时 蔡小虎坦言 以我的知名度 唱进国际会议中心 没问题 不期待唱进小巨蛋 这样比较不会有压力 若要举办30周年演唱会 希望全台唱五场 我希望台北两场 高雄两场 及台中一场 大家都能有好的视觉 和听觉享受 记者询问蔡小虎 出道30年 有什么感动之处 竟没想到 蔡小虎没讲几句话 描耿艳 其实你这样问我 我会莫名地感动 因为我在这个圈子 受到这么多人喜爱 唱到30多年不简单 谢谢你们 歌迷一直这么爱我 虽然已经唱了30多年了 但她还是很想要 继续唱下去的 蔡小虎的感情经历 虽然让人很感兴趣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 更加关注她的音乐事业 再说 现无心的她 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们会越来越幸福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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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